良性競爭裡面 我們大概規範了幾個 第一個當然是總責 第二個是政黨的設立 因為以往政黨的設立 有積極的資格跟消極的資格 那麼目前我們國內已經有 將近200個政黨 是並沒有在運作的一個狀況下 所以我們希望在整個政黨的設立上 能夠有積極跟消極的一個比較 那尤其是大家最關心的是 政黨的財務跟處分解散跟合併 所以本黨黨團在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 第五章裡頭都有明確的規範 也希望這樣子的 尤其是財務的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就在政黨法裡面 明確的把政黨的經費來源 政黨的會計制度 財產以及財產狀況等等 實際上做一個最明確的規劃 避免這些政黨在經營的過程當中 又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餘力 所以本黨本席在這裡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也希望我們未來在審查的過程當中 能夠明確的把這個部分 明確的告訴 讓全國的國人能夠放心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黃委員的說明 謝謝 我們現在請葉委員做提案報告 主席各位同仁委員 現行的人民團體法呢 把政黨定位為一般的人民團體 才消極低度的規範 但是這個已經沒有辦法滿足當前社會的期待 跟政黨政治的發展需要 所以我們在審查的